踏过干广的大地 农民感慨又无奈 这是他记忆中最可怕的干旱 安哥拉南部遭逢数十年 最严重的干旱 影响一百多万农民生计 还有两千三百万人 面临粮食安全的威胁 我们现在在家里 因为没有水 因为农场 病床上的孩子嚎啕大哭 医生说这群孩子营养不良 没办法接受药物治疗 干旱席卷大地 民不聊生 安哥拉天主教会 呼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安哥拉总统则是亲自 巡视南部省份视察灾情 放言整个非洲南部联合国表示 极端气候导致部分地区 陷入1981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非洲南部的人民如何在干旱中 挣扎求生成了最大难题 单新闻者不先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